日本兩名政客近日在一檔電視節目中說 中國遊客入境日本要先飲福島核廢水 再食福島的海產 另一位政客就答話說 反正之前香港遊客過來都說好吃 吃啦吃啦全部免費 兩人講話期間多次傳出笑聲 引發了廣泛關注 有內地網友就說 他們的笑聲和語氣就像日本侵華時的嘴唸 無恥之極 也有人因此呼籲 不要前往日本旅行